美濟的海區 阿根的希臘和蘇聯 文來位於亞洲風土部 主要民族 是馬來人和華人 文來是內以原油和天然器爲主要經濟支柱的國家 文來的國家願景被雙回發達2035 是教育和經濟發展的一個願景 這次 注尋我們一個來的競爭 武器來的船長 英文字母的船長 《王力的北海》 《王力的南海》 《王力的船長》 《王力的王力的南海》 《王力的這 withdrawal》 向開幕評審 給我驕傲 歌詞 打架 全部在位於中南半島南部 毗林泰國 曉挛 越南 現在有的方法和蔡河 在大國沼沙胡 全民全不在鑼湖 為旧城高年首都金鞭 是聯合國會員國及東南亞國家 与民众会员活 從中南亞國家 畢為先導諸國 守護為亞加達 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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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門的體育活動是羽毛球和球球 2018年8月18日到9月2日 四十八艦亞洲運動會 在印尼 印度尼西亞守護亞加達順利舉行 而印尼 已落三十六枚青台 二十四枚銀台 四十三枚同台 位居第四 再次 請我們一份份身分來聖明 加一三十四位競技能 加一四十六個體育地 加一三十三害業的中海 加一四十五穹球 加一四十三個體育地 加一四十四 四十三地強 加一六十四児隊 加一七十五三校 加一三十四個體育地 老挝是一个团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全国共有49个民族 华会为三大集情 老挝族 老听族和老中族 老挝的性格特点是内心强大但不强硬 柔软但不软弱 温柔且有力量 今天老挝开始游行给大家带来老挝三大民族的传统族服装 以及代表老挝个别的订动员们 然后接下来我们有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文化的国家 那里居住在全国的国家 因为它们的游戏 在我们的游戏里 马来西亚是祝福的艺术和传统 非常有名的传统传战独 李宗伟 Appears the all-nationalist thought icon he trained relentlessly I understand great persistence I grab all his other levels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文化 有增不足的 光河古老民俗的国家 一想到马来西亚的运动 就会让人影响到羽毛球 没错 马来西亚的魔球就是羽毛球 而让大家听以为傲的是羽毛球界 传奇李宗伟 男独李宗伟 坚持无限 勇往直前 是他们的体育精神 有请马来西亚队伍 看现在暂中总习的步伐 正常有破路向主席还走来的 是我们来自缅甸的同学们 这是一个团结向上的国家 他们不但学习优秀 工作积极 他们在文化宣传方面也非常优秀 不甘若厚 今天他们本身有0.1比赛第2的宗旨 来参加这个开步仪式 让我们欢迎来自缅甸的运动员们 そんな tijd 你不愿意 在接着来 来欢迎大家 的运动员们 从立 congratulations 最运动员们 这是羽毛衣 就在国籍传风 让消灯享受雲霄 鸟融并唱流似海 气泡开朗蒙我逍遥 勇敢者就因奔跑在那一运动场上 让年轻的心愿开心啊 让我们欢迎来自菲律宾的运动员们 新加坡是位于赤道上的弹丸小国 在这一年四季都是下一个岛国里 新加坡几乎每个角落都会有大量的树木和鲜花 被世界公认为花园城市国家 新加坡是一个国内文化的移民国家 主要由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欧亚混血人的四个族群构成 让我们欢迎新加坡运动员们 and next let's put our hands together to welcome the athletes from Thailand Thailand and Saudi-Nated country known as the capital regions of Banyan, Royal Island, Ancient ruins and running temples displaying the figures of Bula and their votes for their warm and friendly people to the capital of Danyford 泰国是东南亚著名的旅游国家 人民的情靠刻 因此泰国被称为微笑的国度 是亚洲里最有活力、最有人文色彩 最部历史宗教文化色彩的国家之一 这个充满独特风情的国家 近年成为了国际旅客十分亲爱的旅游地点 泰国绝对称为了最主要的国家 然后我们欢迎来自泰国的运动员们 and next we have the athletes from Vietnam we are only known by the present It is a tropical country true it is beauty and hospitality Every year millions of tourists all over the world emily visited this beautiful country which provides us to the mysterious colour of peace and the romantic flavour of Christ From ancient to ancient to 200 for thousands of years 而言之的 by nations who have reached children with 100 years of history from the past few years to this area and this place by no dogs yet at least for them will help have you do the children's rich and splendid heritage 越南是多民族的國家 具有悠久歷史和豐富文化理想 北部和中國接壤 西北部和老挝接壤 西南部與政府在接壤 越南是融合了東方神秘色彩 和法國樣的東西的國家 從東方新年文明的古老皇城 到西方百年歷史的天主教堂 從熱鬧的遊客聚集區 到延年不全的海岸線 在越南似乎很難有不可遮捕的東西 讓我們歡迎最後一身退路